你可以幫我抹一層 已經調好的醬油 廚神的廚房學到第一堂課 就手不要亂摸 這樣像不像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都可以把它這樣丟起來翻一圈 現在沒辦法了 有 好熱 練習一下就會 練習一下可以了 進廚房就不要怕熱 對 今天真的是超級高興的 能夠跟這個 嬌小頂級廚師 美國版的冠軍 Lia 一起來做飯 做菜 今天我就教你做兩道菜 一道菜是 核桃 鳳梨 蝦球 炒飯 然後第二菜是 蜜汁 烤雞 米粉 今天就教你兩道菜 然後你就跟著一起煮飯 好 我們今天準備都是 我們台灣這種頂級的食材 在南投民間裡的 西瓜 鳳梨 蝦翼 東石的蝦仁 那米是台東池上米 但是在彰化王宮的蛋 也很有名 那我們先做蜜汁烤雞 因為這個要烤比較久 對 好 我們這個已經有放 就是醬油 還有米酒已經放在裡面了 所以可以有比較 已經有調味好了 對 已經有調味好了 所以其實比較有 會有味道在裡面 對 好 關起來 先幫 讓它煮像五分鐘 待會再去看 然後我們會把 我手錶 然後對 然後我們待會會再抹這個 就是 Honey還有Sweet Sauce的醬在上面 我這樣倒好嗎 對 來 醬個口 我先把蝦炸 我們要用核桃 鳳梨蝦球炒飯的蝦 這個麵醬拌得可以嗎 對 這樣是可以的 OK 好 OK 好 欸 那個五分鐘了沒有 小心喔 好 那你可以幫我抹一層 已經調好的醬油 小心喔 廚繩的廚房學到第一堂課 就手不要亂摸 再煮三分鐘 好 基本上是我們這個廚繩 弄得穩定之後 就來接手就沒問題了 這樣像不像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都可以把它這樣丟起來 翻一圈 現在沒辦法了 就應該這樣 其實就先放在旁邊 覺得炒飯的時候 你訣竅是 就是要用已經冷的飯 就是你前天晚上 晚餐沒吃完的飯 你可以就是丟下去 冰箱裡面的東西 都也可以放進去 喔 這個手也是要相當 耐熱才行 這個火算很熱 喔 好熱 練習一下就會 練習一下就可以了 進廚房就不要怕熱 對 對不對 這個頭就掉了 不會不會 躲到不會 就把 放五個在上面 中間 五個在上面 嗯 就全部 對啊 就這樣子就夠了 還有這邊 好 擺盤那時候就是一個藝術 就是creative的想要擺一下有激素 你不能就是用兩個會沒有那麼好看 這樣子喔 好 我們做完了 一個是蜜汁烤雞米粉 還有一個是蜜汁烤雞米粉 還有一個是鳳梨蝦球炒飯 對 看起來就非常的好吃 我覺得它很厲害 雖然不會煮菜 雖然不會煮菜但是很認真 嗯 對啊 我覺得煮菜的時候是一定要練習的 到廚房的時候 除了不怕熱要注意熱 鐵鍋鐵盤不要亂摸 對 對 那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講呢 我真的想要謝謝大家 台灣很多人一直在支持我 然後一直在跟著我看著我 真的很想謝謝大家 然後謝謝你今天可以來跟著我一起煮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蝦子的味道很好 嗯 甜 甜度剛好 喔 蝦子味道非常好 嗯 吃白雞肉我一定要吃 燙到我的手了 哈哈哈哈 一個是口感非常好 很嫩Q 那第二個這個 還帶一點甜味 非常好吃